回来这么久也不跟爸说一声 这是要跟爸赶紧生疏啊 爸 我怎么可能和您生疏呢 我最近真的很忙 恩怡的线上宣传 还有北美市场的调研情况 我都得尽心尽力的 别跟我绕完 从小到大 只要一提到公欧的事 你就不惜打扰时间跟经历 爸 娜娜 爸爸了解你的心思 公欧这小子家是不错 能力又强 而且一表人才 难怪我的宝贝闺女会喜欢他 可是娜娜 您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总这么矜持也不行 如果俩人都有意思 就应该把关系再往前退一退啊 爸 公欧现在以事业为主 而且我也没到那种恨嫁的程度吧 您不用那么着急的 您俩都那么矜持 如果按您俩的意思 我起老八十也喝不上工 那你去查 你爸我脸皮厚 要不然我找他谈一谈 痛破这层窗口纸 冯叔 瞧 来 坐 有日子没见了啊 是啊 冯叔 今后我一定多收时间来看你 最近公司怎么样 听娜娜说你们俩合作 打了个漂亮仗 是啊 这一次多亏了娜娜有惊无险 夫长我现在还在叫做烂额呢 夫长 娜娜是我的女儿万般都好 尤其在功能能力上 勿失我当年的劲头 可是在个人感情问题上 女孩子嘛 做了些矜持 作为长辈 我今天让你来 就是有话要跟你说的 晓鸥 我也算看着你长大的 你的病性我非常了解 你跟娜娜一起长大 各方面再合适不过了 更重要的是 娜娜这么多年不发追求者 可她的眼里心里 只有你一个人 晓鸥 娜娜是我女儿 从感情上我比任何人 都在乎她的感受 作为长辈 今天我厚着脸皮提出来 我就是想问问 你对娜娜到底是什么态度 封叔 其实我一直把娜娜 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晓鸥 我不会为难你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可是今天我要提醒你一下 娜娜这么优秀和善良的女孩子 一旦错过了 就很难再找到 可以 你 自己能决定 我要说 你们都留在一起 我们被刺激感 我们你们都是弱子 我们我们就有决定 李珍 来 乔 既然我后着脸皮提出来 我就是想问问 你对奶奶到底是什么态度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 干什么 我找你有事 我不错 我是她合伙人 小脸 你从这儿搬出去 有什么损失我来不走 我为什么要把我工作室搬走啊 我是来通知你的 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我会给你找新工作室的地址 你只需要搬过去就行了 先出那边我会给一个理由 你就当帮我这个忙吧 这是我的工作室 怕由不得你在这里说把门关的 我会给你玩 你还要一个玩意 我会给你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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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想说把门关系 我会给你玩意 我会给你玩意 咱们想说把门关系 你不在乱关系 可以停车 米生 停车 你少吓我啊 这次我绝对不停车 喂 公 你们很不讲道理 车是你自己上的 又不是我强迫你 公 公总 好老板 你就饶了我吧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想去哪儿 我本来是想回工作室工作的 结果 不是被纠缠 就是被 哎呀 算了 算了 我还是回我工作室画画吧 白宇现在就在工作室 你就这么愿意和他带在一起 你想什么呢 他就是我同事 早晚我不让他滚蛋 你要让他走 那我也不干了 我还没有 你要是赶赠白宇 我跟你没完 好啊 照你这么说 我明天就让他辞职 喂 回来了 回来了 小念 我往你房间换的新的花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你送我的都喜欢 但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不用让费些花了 它没什么审美品位 你才没有审美品位呢 菜鸟 你爹啊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一定会猜到 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啊 人哪 这辈子最大的悲哀也就是 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等到你一旦把很多事情 都搞清楚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不年轻了 这座人哪 就跟这鱼是一样的 一定要让他待在 适合他待的环境里 如果你胡乱地挪动他 他就会活得乱七八糟的了 听说 你打算送千出出国疗养呢 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族 还有我们慕视集团来讲 都不是一件小事情啊 叔叔 我是听千出的主治医生说 国外的环境更有利于千出的恢复 我会放弃出事业陪他一起出国的 他病了那么久 我不想让他演技再复发了 你 你是个好孩子 我知道千出在你心里最重 在我的心里何尝不是 千出是我的宝贝儿子 我也非常担心 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事业压力 可是怎么办呢 现在是我们慕视集团 转型得非常时期啊 他姐姐毕竟是个女孩子 精力有限 我担心她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 所以我只能 把希望放在千出身上 出国疗养 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段时间不行 一定熬过这段时间 等一切都稳定了以后 你们两个想去哪儿干什么 我都不会反对 但是现在 我绝不允许你动摇千出 好的 叔叔 我听您的安排 爸 小迪来了 好久没见了 去我房间聊聊吧 叔叔 那我先去了 小迦 我一玩 有 你是 漫真 我的愫是 我一玩 特别人 我一玩 有 我一玩 我一玩 你玩 我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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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 我绝会允许你动摇牵手 小迪 你多心了 不是我怀疑你 只是这种情况下 我不得不对你留心 出国这件事 你未必是牵手透露给叔叔的 你别怪牵手 牧师大厦里老爷子的眼线多得是 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了于这场 你放心吧 牵手毕竟是我弟弟 我不会找他麻烦 你也看见了 出国这件事情 不是我能左右的 叔叔不让牵手走 谁也没办法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有事情我会再找你的 不过没有意义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上回 公公 你来一下 小蜗 这个事呢 本不应该我来提醒你 但是你知道 我和你父亲四下交情不错 我也算是你半个长辈 小时候 你从来没有刑查处做过 所以我决定 最近这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张叔叔 什么事啊 您想提醒我什么事啊 最近恩一疯传 说你和莫娜恋爱了 怎么可能啊 我自己恋爱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呢 他们还说 你家里本来有个女朋友 就是上次来安抚那几位设计师的那个女孩 这事呢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也别生气 年轻人嘛 感情方面比较开放 我也能理解 张叔叔 首先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我没有和莫娜谈恋爱 其次 我自己谈没谈恋爱 我自己知道啊 查理那个施小念他 我都说不疑 都说不疑 怎么样啊 同志明 我就说 这感情的事谁都说得不好 你看 咱们之前都觉得 石小姐跟小老板可能成大 但现在 我这线报群里面 可都拍到了 小老板跟莫娜女群 约会吃饭的照片了 天哪 公欧还真的跟莫娜在一块儿了 完了完了 我的一时一明 就要回到公欧的手里了 孙洁平 孙洁平 你不许这么喊我 孙洁平 石小姐 你都听到了吗 这叶子有点干了 小念 没事吧 没 没 没事 你们说小老板和莫娜 我觉得他们俩挺配的 男才女貌 才子佳人 小念 你还好吧 我很好 你们赶紧坐会儿 我去给你们倒水 石小姐 都怪你 瞎出什么呀 怪我干什么 是你非要问我 不是我问你 那不是你把手机转给他 我都说了 就是 别说话 薛总 作为我们公司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还有最大的销售商 我们希望在 接下来的合作中 您能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 龚总啊 你还特意来一趟 其实啊 没有必要 莫娜都跟我说了 之前那些广告 都是你的创意 特别好 龚总这么年轻 又这么有想法 确实难得 前几个月市面上流传的那些飞檐啊 其实我都没在意 我们啊 就是个生意人 东西卖得好 那我自然就愿意合作 东西卖得不好 我也不能把自己砸进去 对吧 薛总 您就放心好了 这次线上宣传的成果很客观 而且我们的股价也在暴涨 跟我们合作 不会让您失望的 你啊 就是太谦虚了 前几天我还跟你爸爸在一起吃饭 封总这么一个事业强人 可一提到他的宝贝女儿啊 那是赞不绝口啊 他说什么 他说啊 我那宝贝女儿 是既聪明又漂亮 脾气性格还好 只是 不知道到最后 便宜了哪家小子哟 薛总 您看一下 这是我操你的一份合同 是关于明年的销售额的 好 你这是在干吗 你回来了 我 我要搬走了 要是我自己的住处 你要搬家 嗯 这里本来也不属于我 我不能一直住下去 我现在有了工作室 回家住 我更能全身心地投入 创作 而且还不会耽误 我跟莫娜的二人生活 一举两则 挺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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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浩泰人 小老板 你听说了吗 石小姐她准备 不用管她 想搬走就搬走 那没事吧 那我们出去了 等一下 你手里拿的去吗 这个是石小姐让我给你 也不是什么 要不我还给她 嗯 这个女人还能再无聊点 那我先出身吧 石小念 嗯 石小念 你要走就走 没必要送我这种东西 什么叫这种东西啊 我辛辛苦苦画了一下午呢 我不喜欢拉倒 就心给你挑选 你干嘛冲我大哭小笑啊 你这一下午 又是收拾东西 又是画漫画 还弄什么唇膏 做了不少事是吧 对啊 我是过得很充实 这不是为了你吗 你这个恋爱负分的 能跟莫娜女神在一起 是捡到宝了 我得教你一些小经验呀 教你如何讨好女孩 还有这凤丛膏是基础中的基础 我还特意挑了网红色号 你的意思是 我还要感谢你 那倒不必 我也是自愿给你挑的 你这个找机会看一看 这个 你就找机会送给阿 好啊 既然你计划得这么重去呢 我听你的 小欧 喂 妈 这几天哪 气温变化比较大 你早晚记得要加衣服 千万别着凉了啊 放心吧 妈 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呀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没有看医生了 我睡眠倒还好 就是你爸 这感冒一直不见好 对了 小欧啊 上次我跟你爸 去你家里的时候 碰到一个小姑娘 你说她是你女朋友 你们现在有正式交往吗 妈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因为有人跟我说 你呀 正在跟莫娜谈恋爱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跟莫娜恋爱 你听谁说的 是不是那个张董说的 是谁跟我说你就别管了 如果是莫娜 妈妈倒很喜欢 莫娜不管是长相 气质 家世 都很优秀 如果是莫娜 我没意见 妈 那 那如果我选择了别人呢 您会生气吗 在传统的观念里 门当户对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也是一位母亲 我更加知道 最适合的女孩子 能够带给我儿子 快乐 幸福 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将来 不管你选择谁 只要你喜欢 妈妈都支持你 知道了 好 忙吗 有件事情想找你聊聊 说吧 我听到公司里有人在八怪我们之间的关系 说我们在谈恋爱 这件事你怎么看 不好意思 这些留言给你带来了麻烦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真的很过一年去 真的很过一年去 不好意思 好 我也觉得把这件事坦白说开比较好 我不想因为这种留言影响工作 你说呢 奇怪 为什么龚很喜欢她做的蛋炒饭呢 明明就很普通的做法嘛 味道有点偏甜 也许是放了白糖 很小女生的口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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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和我之间 有透明的墙 见目光弹索柔软的窗 点到上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要给就给完全 要收就收全部 可是眼泪潦草 领悟太早做 那一段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命远孤单不辜负 在忙吗 不忙 看你晚上没怎么吃 给你炒了单炒饭 真的 谢谢你啊 还看起来就挺好吃的 我不客气了啊 怎么了 不好吃 调致的呢 摆盘也不错 只是味道感觉不太一样 那你先吃 我先出去了 好 谢谢啊 好 没有 发现了 你那是什么 什么 特别 你 公安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希望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之间只是好朋友而已 木娜 对不起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我们之间的缘分 只够做好朋友的 其他的失望不来 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谢谢你提了 公司那边 还需要你出面帮我解释 放心吧 这些都是我应该面对的 其实你是喜欢他的对吗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只是一直在自欺欺人 觉得你对他可能只是一时的喜欢 那种喜欢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面前 很容易就被掠过呢 现在看来 感情这种东西 还真不是用时间长短就能衡量的 你喜欢是小念那种平易近人的女孩 虽然很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我吃到他做的蛋炒饭那一刻 我想我能理解你了 是小念 其实我也搞不懂我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 木娜 你很好 只是我们之间 我当然很好啦 我这么善解人意 工作能力那么强 只可惜 不是那个能为你做出家常味道饭菜的女孩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我没有做好善后工作 封书那边 我也会去解释 好啦 你怎么解释啊 我爸那还是我来吧 你去了只能活上郊游 毕竟我是他的女儿 撒娇耍赖 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至于你 你身上的烂摊子也不少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就想好怎么去面对吧 木娜 虽然我们不可能在一起 但是我对你 对恩义还是有感情的 我是不会放假不管的 我手头的业务我也会负责到底 至于你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好搭档 再见 老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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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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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最爱的人永远是你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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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迪姐 网站那边需要跟您确认一下您上封面杂志的期刊号 他们在晚上搜一下不就行了吗 主要是让我自己找 他们说您之前不太火 上的那本杂志太小众了 他们现在需要核实一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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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儿我找去 找到了吗 行了 你别蹭我 等会儿 等会儿 你等一下啊 咱们 咱们 怎么了 晓鱼 没事 不小心摔碎一个水晶球而已 喂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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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一点 我去叫阿姨打扫一下 行 我找到了 晚上就发病 阿姨 我给你拍过去 怎么了 把这儿收拾一下 哎呀 牧先生您别动 放着我来打扫吧 您这么珍惜这个水晶球 当宝贝一样收藏着 摔碎了太可惜了 您千万别动啊 小心扎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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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那个 你快去拿东西扫下吧 哎 好 你快去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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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你快去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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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娜 这是我刚做的芒果固丁 你尝尝 给我提点预警 因为我马上就要搬走了 可能以后怕你吃不到了 谢谢你 小年 不过要走的人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的任务完成了 帮龚欧完成了线上宣传 也帮某人直面了内心的选择 我就可以退出啦 莫娜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呀 想念 很高兴认识你 你很善良 也很热心 我现在有一点明白 龚欧的想法呢 龚欧的想法 什么想法 龚欧内心真实的想法 不过还是由他来跟你说比较好 毕竟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莫娜 我觉得你可能是误会了 不是 这就是一个误会 龚欧对你那么好 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哪个女孩这么好的 你看他对我总是凶巴巴的 恶狠狠的 他还总说我蠢 跟我欠了他多少钱似的 龚欧是个内敛的人 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但是他面对你 他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做回龚欧 而不是恩义的总裁 这应该就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 莫娜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 我 龚欧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的事 他 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他 他顶多也是喜欢我做的蛋炒饭 真的 在你心里就这么简单 我 我去给他做饭了 周小念 你躲什么 我没躲你啊 我这不好好地在这站着呢吗 那个 莫娜 她回家了 回家了 那我也要回家住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为什么莫娜可以回家 我就要和你住在一起 因为她是莫娜 而你去试下念 因为她是莫娜 疼死了 这是什么